九种长相奇特的动物 水滴鱼 水滴鱼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深海区 可能是因为海底的压墙比较大 所以就被压成了这个样子 水滴鱼有一个巨大且下垂的鼻子 嘴角向下 一幅别人欠了它钱的样子 浑身的肉十分松弛 给人一种十分油腻的感觉 不过这种鱼没有什么攻击性 真是应了那句歌词 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螺岩鼠 螺岩鼠是一种身上没有毛发的镊齿类动物 它们一般在地底生活 所以根本用不到眼睛 它们的眼睛高度退化 几乎完全丧失了视觉 主要依靠触觉感知事物 远远看去充满褶皱的粉红色皮肤 小小的眼睛加上长长的大门牙 组合在一起要多丑有多丑 还好它们一般生活在地下 不然这个样子出来真是要把人吓死了 萧鹦鹦 萧鹦鹦生活在新西兰 长得有点像毛头鹰 但是这体格应该算是一只发腐了的毛头鹰 它们虽然长着翅膀 但是却不会飞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不会飞的鹦鹉 脸上长着一个大大的灰色的灰 腿很短 脚却很长 看起来像是一个笨重的球 如果不和你说它是鹦鹉的一种 你能看出来吗 纸狐猴 纸狐猴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 是灵长类动物中 唯一一种使用回声定位捕猎的物种 也是我们人类的远近 它们的耳朵和蝙蝠的耳朵很像 身上有绒毛覆盖 不过脸上没有毛 它们的手指与我们的手指相似 不过它们的中指和食指十分细长 这是因为它们需要用细长的手指 掏出果壳中的果肉 当地人认为 纸狐猴是一种邪恶的动物 如果纸狐猴对着你竖了中指 那你必须杀死它 否则你就会死 所以当地人一看到纸狐猴 就会将其赶尽杀绝 不过它这个样子 确实长得有点邪恶 无毛猫 斯芬克斯猫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毛猫 是专门为猫毛过敏的爱猫人士 培育出来的一种猫 其特点就是身上没有毛发 所以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它们褶皱的皮肤 很多人认为 这种无毛猫是经过残忍的实验得来的 实际上 第一只无毛猫并非人工培育的 而是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 不过有些人在看到无毛猫时 会感到浑身难受 所以会将其称为怪物 黑安康 黑安康俗称蛤蟆鱼 琵琶鱼等 皮肤呈黑色 看起来十分粘稠 体平扁而柔软 头部呈圆盘状 躯干部往后见尖细 下颌明显突出一上颌 长有道符状的尖牙 这模样看起来就凶神恶煞的 而它本身也确实是一种非常凶残的鱼 安康鱼十分擅长用自身长的一根 能发光的钓鱼杆引诱猎物 不光长得丑 内心还十分阴暗 利用光来欺骗这些单纯的小鱼上当 成为食物 精头罐 精头罐生活在非洲 是一种与罐科非常接近的大鸟 长着正宗的鞋靶子脸 大嘴占了三分之二的脸 是世界上鸟会最宽的鸟 最宽可达12厘米 不过它的头也大 是现存头最大的鸟 它的嘴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 它的鸟嘴十分尖锐 周边像刀片一样锋利 能够穿透鳄鱼厚厚厚的皮肤 一旦被精头罐咬住 就像是被老虎钱夹住了一样牢过 虽然它长得有点呆 不过有点丑萌丑萌的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长鼻猴 长鼻猴看起来就像是 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猴子 它的鼻子大得出奇 就像是说谎了的匹诺曹一样 而且长鼻猴的鼻子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长 到最后会变成像茄子一样的 红色大鼻子 每当长鼻猴激动的时候 它的大鼻子就会向上挺立 或者上下摇晃 不过只有雄性长鼻猴的鼻子才会变成这样 雌性长鼻猴的鼻子还是比较正常的 菲律宾夫猴 菲律宾夫猴只有16厘米长 但是它的眼睛却大得离谱 每当直视它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莫名的浑身发冷 似乎它的那双眼睛 能看透你内心所有的小秘密 此外 它的耳朵还能向声援方向转动 据说这种猴子是一体外星人 和其他好莱坞科幻电影中 外星生物的灵感来源 这还不是它最奇特的地方 它的头竟然能旋转将近360度 真的难以想象 这是灵长类动物能做出来的动作